十一假期,老公在沙滩上的一个举动,我当场崩溃,提出离婚。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两天。 我和老公呀,我们一起凑着假期出去旅游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嘛,所以就跑到了海边。 然后在沙滩上玩了很长时间, 但是在沙滩上,老公的一个举动让我当场崩溃,提出了离婚。 到底我老公做了什么呢,让我如此的气费。 那么接下来,我就好好给大家讲述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呢,今年32岁,说起来我的命运也是很坎坷, 我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女儿,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抱养了我。 我本身呀,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边, 也是因为我上面有了一个姐姐,然后下面有了一个弟弟, 所以我的亲生父母就不愿意养我了。 当初,我养父母因为家里面条件不好, 他们身体呀,也不是特别好,一直也没有孩子。 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呀,就抱养了我。 其实从小,我都是被邻居指指点点的。 那个时候,别人就说呀, 我不是我父母亲生的孩子,我是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我们家穷嘛,都看不起我们。 所以,我的身世呀,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我的养父母呀,对于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生气, 觉得呀,邻居说这样的话, 其实伤害到了我的心灵。 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改变我的身世。 我呢,也就慢慢的习惯了。 习惯了邻居们的指指点点, 也习惯了同学们的嘲笑。 所以我从小都特别的自卑, 总是低着头不说话。 认为别人怎么欺负我, 我也不愿意和别人反抗。 我养母呀,也还算是一个性子比较强一点的女人吧。 每次知道我被欺负的时候, 她就是特别的生气, 像发疯一样的找到那个他们家, 和他们家里的人呀,大吵一顿。 就这样时间久了, 欺负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讲父母呀,没有太大的本事嘛, 所以我们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呢,就上完初中之后, 就辍学打工了。 那个时候都是出去外面工厂里边嘛, 我就和同村的小女孩一起去工厂里边 做那个鞋。 那个时候我才17岁左右, 因为我从小也知道自己家的条件不好。 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尽量把那个钱省下来, 留给我的养父和养母。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的懂事嘛, 知道他们养我不容易。 我也很珍惜现在挣来的工资。 每个月发了工资, 我第一时间就存起来, 按时打给我的养父母。 他们呢,也都不舍得花。 我就是告诉他们呀, 我说,我现在能挣钱了, 咱们家呀,不像以前了。 你们该花的就花, 不要那么节省了。 你们在家呀,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毕竟在外面年轻人挣钱, 还是容易的多嘛。 我想父母呀, 看到我这么听话也是非常的高兴。 一直打工这么多年, 我也是没少挣钱, 因为也到了20多岁了嘛。 在农村老家, 20多岁的人家就开始陆陆续续结婚了。 那个时候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其实说实话呀, 我那一会儿呀, 也挺反感的, 根本就没有想过这回事。 一心就想着挣钱, 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现状嘛。 但是眼看着周围的同龄人, 都结婚有了孩子。 我父母呀, 催我也是比较急。 我就想着呀, 正好那次过年回来嘛, 该相亲就相亲吧。 当时也相亲了好几个男孩子。 没想到他们都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女, 又在农村, 家里条件也不好, 将来我父母呀, 都是他们的负担, 所以就不愿意和我交往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意识到, 我呢, 并不是有那么多优势的条件。 所以在父母的劝说下, 我就不再挑剔了。 之后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 他是旁边的一个亲戚给介绍的, 我老公家呀, 就在我们隔壁村子。 我的亲戚就告诉我, 他说呀, 我们家条件不好, 就应该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男孩子。 当初叫我老公第一眼呀, 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个子那么低, 长得还特别的难看。 并且呀, 他还有一条腿, 走路不是太方便, 说是小的时候调皮摔的吧。 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去问这一方面的问题。 说起来长相呀, 其实我也是不错的, 只是家里条件不太好。 再加上呀, 我又是我养父母抱养的孩子, 他们呀更是比较介意。 在我父母的劝说下, 又加上亲戚的苦口婆心想, 我想还是不要那么挑剔了, 就答应吧。 因为当时我看到我老公人也挺老实的, 虽然呀他长相不好, 但是他们家的条件也是不错的。 将来以后多多少少能帮助我的父母一些, 我呢也不至于那么的辛苦去付出了。 其实说实话呀, 我从小就过在这种贫穷的家庭里边, 真的是过够了这种穷日子, 过够了这种被人看不起的日子, 我呢也不希望将来以后我的孩子和我一样有这种遭遇。 可能当时考虑的比较多吧, 也比较现实, 我就答应了和我老公交往。 我们两个接触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发现呀他也是特别会说话, 很懂得体谅我, 不管我做什么呀, 他都很了解我的心思, 还特别的浪漫, 经常给我送一些花呀, 给我买一些那个小礼物呀, 慢慢呢我也被他感动了, 我觉得外貌长相呀, 其实好不好的也无所谓吧, 只要他的内心对我好就行了, 当时我父母对他也是很满意, 然后因为每次呀去我们家, 他总是大豆小豆的买很多东西, 然后说话还特别好听, 总挑一些我父母爱听的话, 慢慢的他得到了我们全家人的认可, 两家人呀就说起来这个结婚的事情,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呀, 他们家给我父母了12万块钱的彩礼, 其实说实话呀, 这个钱对我们家来说也挺多的, 并且呀我老公还说了这个钱,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直接留给我养父母就行了, 让我留到他们, 留到我们家, 让他们老两口将来以后留作养老钱, 听了我老公说这样的话, 我更加觉得我是找对了人, 当时呀我还特别的感动, 我们两个结婚之后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吧, 随后呢我就有了孩子, 因为公公婆婆都上班了, 我就在家看孩子, 然后我老公就出去忙事业, 他呢每天早出晚归的, 经常半夜才回家, 有时候呀也是醉俊俊的, 其实我非常心疼他的身体, 总是告诉他少喝一点酒, 钱呢是挣不完的, 他总说为了应付客户没办法, 只能多喝酒, 当时我也很能体谅, 因为我们家呀从小没有做过生意, 我也不太知道这做生意的道路, 只能呀在家打扫一下家务, 然后把孩子照顾好, 平时我老公也是给我一些零花钱, 并没有约束我花多少钱, 我呢经常会买一些东西去我的养父母家里边, 我老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因为因为我们两家呀距离不远嘛,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幸福, 也很清淡, 就在我儿子两岁的时候吧, 我就想着出去旅游一次嘛, 因为经常我老公出差也没有带过我, 那个时候考虑的孩子还小, 也不舍得把他丢到家, 我长这么大呀还没去过海边呢, 那一次我就告诉老公了, 我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去一次海边, 我老公就说呀, 说那行嘛, 那就这个十一假期吧, 到时候呀, 我就戳出来几天的时间陪着你出去玩几天, 然后我没把儿子就交给了公公婆婆, 老公就带着我出去旅游了, 当时我特别的兴奋, 感觉呀, 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 能找到一个好的公公婆婆, 还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公, 我想呀, 命运对我总算是功勤了, 可是当我没走到海边, 在沙滩上发生的一幕, 让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因为天气比较好, 我们就想着去海边, 走走, 沙滩上呀, 人特别的多, 有一些外国人穿的特别性感的衣服, 在沙滩上来回走动, 当时我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尴尬, 觉得这样的女孩子怎么都穿这么少的衣服呀, 那么的暴露, 看看我自己裹得严实实的, 真的是有点game上时代呀, 然后我老公就告诉我, 你随便转转吧, 你不是没看过大海吗, 我呢, 就在这边躺着休息一会儿, 我开车太累了, 我想我老公确实也挺辛苦的, 我说那你躺到沙滩上休息一会儿吧, 正好呀, 那天天气也比较好, 我就四处转了一下, 大概有个一个小时吧, 当我改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抱着一个女士特别的亲密, 等我走近一看呀, 发现竟然这个人是我的老公, 她呢, 正抱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在那谈情说爱呢, 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并不是一天的关系了, 毕竟呀, 那个女孩子人家当初穿的特别的暴露, 我老公呀, 紧紧的抱着她, 两个人特别的暧昧, 那一刻呀, 我直接摊走在地上, 让我觉得呀, 不可思议, 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我老公对我那么好, 竟然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 大跑着走出沙滩, 等我老公反应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呀, 刚才她的一幕被我看到了, 然后我跑过去赶紧给我解释说呀,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我在想呀, 普通的朋友到那种地步吗, 我能相信他说的话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 他看到我呀这么的生气, 然后我就赶紧给我道歉, 说以后再也不敢了, 到后来我才知道呀, 我老公和这个女的已经在外面同居一年了, 并且呀, 她挣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这个女的, 当那个女的呀, 知道我和老公这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呀, 她呢, 竟然自己坐车跟了过去, 这明显的就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嘛, 其实我想想呀, 这样的日子再过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呢, 忠心耿耿地对待我的老公, 兢兢业业地把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弄好, 没想到他在外面却这样对待我, 我什么也没有说, 就和老公说呀, 我说我们离婚吧, 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当我说出离婚的时候, 我老公呀, 死活不同意, 他说他和当个女的呀, 就是玩玩, 但是我觉得, 我老公已经到了结束的地步了, 毕竟呀, 他们两个那么久的时间了, 我老公说呀, 他保证会和他切断关系, 再也不联系, 我呢,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面对我老公这样的事情, 我是不是应该和他离婚呢, 但是又考虑到我儿子那么小, 非常的为难, 其实说实话呀, 我也不舍得我这段婚姻, 对我来说真的是来之不易, 我呢,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希望屏幕前的你们, 能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助理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